好,今天要講那個王宗岳的第二部分 就是 虛領鼎盡,氣成丹田 一直到 人不知我,我都知人 太極拳英雄所向無敵 楊無敵 都是由心法跟用法 之行合一而達成的 虛領鼎盡跟氣成丹田就是 懸跟垂 懸垂我講過了嘛 就是頂頭懸嘛,他問過 就是你要感覺有重量 各個方向都很自由的,對不對 懸垂的,這樣可以嗎? 就是虛領鼎盡,氣成丹田的 一個提著 一個什麼 沉 氣成丹田 這個 就沉了 這樣子 虛領在這 沉著在這 否則他不會,拿著就不會 可是一放鬆呢 動盪了 所以有沉著動盪 虛領鼎盡 氣成丹田就是懸垂的感覺 然後呢 就是 不偏不倚 因為這個東西 你這樣走 它不會偏倚嘛 不會這樣 你就 它只是在兩角的範圍裡面換 好不好 懂這意思啦 人家一打一頂 人家推,這個就翻了 不平衡了 可是你這樣不會翻 這樣 會翻 因為所有重量都往那邊去了 這叫動態變動的平衡 好不好 你重量往這 你這樣就平衡了 等在這 如果你這個通通往這 那個手要起來 自己去感覺一下 就平衡了嘛 然後你這個時候也可以起來 看怎麼平衡 這個變動當中的 那就是不偏不倚的意思 不是站得死死的 就是你在變動當中 這個叫做中站好不好 不是說立的跟電線桿一樣 它流水清風 就是不偏不倚了 因為水的變化漩渦 它都有一個平衡的道理 這樣 這樣就是平衡了 對不對 但是人們看到這個 其實它有一個上下左右 通通是在平衡的道理 這個就是不偏不倚了 忽隱忽現 什麼叫忽隱忽現 這個隱就是沒有了嘛 突然又出來了 這個忽 忽隱忽現 忽隱忽現 這邊又出現了 你要練到忽隱忽現 人家不會知道的 就是一來 一下沒有就出來了 這叫忽隱忽現的感覺 再來一下 有了就對抗了 不行 骨頭對抗 沒有了 已經出去了 就是這個忽隱忽現 等了 沒有又有了 你一直在有這邊 這個一直在有 我碰到你要沒有 你又把我抓下去了 你不要有為 就無為了 沒有了到這邊 就打了 是這個感覺 忽然就 疏忽我預料之外了 沒有了 這個才是 然後這個悄悄的 所以這兩個忽就是 人不知我 我都知很忽然 很意料之外的那種東西 來 這是不是沒有 這邊就打你了 已經碰到了 等你起來 我已經收回來了 我只是告訴你 如果這樣 你是沒有在打我 我怎麼提 你一下沒有 我要提你就沒有了 對不對 這裡面還有一個架的東西 再說了 那個架你都不能有了 忽隱忽現忽現忽隱 人家都不知道的 忽然的東西 好 接下來就是 左實則左虛 他供過來 是在我左邊我就虛了 他供我這邊 右邊又沒有了 對不對 左重則左輕 右重則右秒 好 往上供 養殖則彌高 就打了 但我不能打的 如果這樣打他 你不要看我 你反而放鬆 這樣打 這就是你看 如果你看我 就是剛剛又跑回來了 好 這是往下的 近之則越長 繼續往上 養殖則彌高 還往哪兒打 不好打 不好打 左重則 這邊就隱了 這邊就陷了 這邊就陷了 對不對 再打一下 我是不是隨著 來 如果我是這樣 這樣擋 我這樣擋 你換一下 對不對 突然就消失了 你要變換得很靈 我擋著你 被你一消失忽隱 就往身上打了 這裡面就有上下左右 前進 後退 通通都沒有了 但是你一旦退 我就追著你跑 叫退之則約出 它有 有那個 左思左則左虛 右重則右秒 虛無飄渺 都是沒有的 不管你左右 左打右打 都是虛跟秒掉 就是讓嘛 化嘛 就沒有了 養之則迷高 你把我手撥高 還有沒有 你為什麼停 如果有呢 你停不停 所以人家停了 我還躲得很 對不對 你進 我為什麼也敢進 你進 我是這樣擋你進嗎 錯 你進 你為什麼不拍過來 拍了我就 整個就打你了 我頭也會打人 因為空的時候 你會戒不到力了 你要打我就 那個靈感 就一戒就戒到了 對不對 這個就更深了 我就不怕你打 因為我就在這 你要有空靈的感覺 但是你們現在是 要有骨頭的感覺 才知道 你要跳到沒有 沒有的東西 那個靈覺就出現了 對不對 好 虛之則迷生 如果你把我往下踩 再踩啊 是不是 越來越深 你慢慢踩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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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你還能再踩嗎 你能打我嗎 這一段是 我把你削掉了 但我可以隨便打 這就很奇怪的東西 照理說一起下 但是你先起心動念 對不對 大力一點 大力 大力 我這邊有用力嗎 我只是隨著 步子走 就自己打自己了 但一般你們可能 先撐著對不對 這個 輔之迷生 養之迷高 左食 則左虛 又 所以迷迷高 就是它一直都碰不到 好像 無限的高 迷生呢 那個迷呢 就越來越深 越來好像身無止境 無底洞 無底洞 是沒有底的 好吧 練到最後呢 退之則越促 比如說 你打沒有了 你退 那你退 退 退是不是怎麼樣 是不是越來越窘促啊 因為它已經骨頭 已經拿起來了 對不對 我就像風水一樣 追著你跑 地心引力追著你跑 可是又是一個實體的人 幾十公斤在追 好 到後來 羽毛的力量都不能加了 來你加上來 那麼重都讓你加上來了 對不對 輕的都加不上來 重的還加得上來 加一下 重又讓你加上來了 對不對 這個加不上 這個加得加不上 這個加得加不上 是不是上下左右都加不上 一語不能加 銀衝 我也不加 我也不加上去給你 你懂嗎 我也加上給你 你沒有了 你也可以用鋼打 柔打 或者消打 對不對 都可以 所以你 跟我的時候 通通都加不上來 我也不加上去 是兩方面 一語不能加 銀衝不能落 我也不落在你身上 蒼蠅跟羽毛的重量 我都不給你 你也加不上來 這個就是 到最後 人不知我了 就是你永遠都不知道我 我永遠都知道你 那個知覺就是 透過上下左右前後 還有一語不能加 銀衝不能落 練出來的 好不好 這是不是知識的問題 而是實際的 他往前了 近支則越長 再來 左 我有動手嗎 他為什麼打 打我不左 我一用力 我心裡面一用力 就打了 對不對 來 不要擋著他 再攻一下 這就有上下左右 你看他剛打我一下 反而退了 這還要動手嗎 沒有 我在點他意思 就算你在這邊都沒用了 對不對 點他就是沾 這邊還在連水 對不對 他一退 好 如果你練到渾身都清零了 那手 就 手腳 是不是都騰出來了 處處都 都虛掉了 東的時候 他又不知道 就是我知道 人不知我 我獨自身 英雄所向無敵 太極拳 能夠所向無敵 就是 都是由剛剛我講的 須臨頂靜 氣神丹天 忽隱忽現 左時左虛 右重 右秒 對不對 進之則越長 退之則越處 養之則迷高 輔之則迷生 什麼迷就是越來越了 都是走化的 最後 羽毛上也加不上來 我也不加給人家 英雄所向無敵 英雄所向無敵 因為力量一旦落上來 他就打了 不管你是鋼 或者你用吸的 來 吸 一下沒有 或者你直接把我弄出去 對不對 因為你都知道我 你可以用方法 對不對 你知道你就可以用方法 可是你不知道你用什麼方法 你吸回去 沒辦法吸 沒辦法吸 因為沾黏黏水 你吸一下 那不是自己退嗎 退之則越處啊 所以第一下 已經 打啊 看怎麼打 打 再來就挨打 因為這邊沒有東西 如果有東西呢 對不對 有阻礙人家就可以修理你了 太極拳是 把阻礙 彼此之間的阻礙都消掉 自己阻礙也消掉了 好 內阻消掉 外在的阻礙消掉 不是智嗎 智就是有阻礙啦 好 講完了 來吧